把打好的鸡蛋浇在西红柿上面 甩尽盐 把调好的西红柿鸡蛋放蒸锅里 蒸大约10分钟左右吧 把豆腐烧鸡做一点给压一下 把肉馅放在豆腐末里倒点生抽 倒一些这种西红柿的鸡蛋 芥末就好了 放一些姜末在里面搅拌均匀 锅里放油 用葱花搅拌 把豆腐和豆腐倒进去 就等好一样了 炒一炒 锅里加一点水 炒一炒 西红柿已经蒸好了 蒸好的西红柿放在一个花碗里 把炒好的豆腐肉酱浇在西红柿里 西红柿和鸡蛋上 然后可以吃的时候可以拌一半 里面那个西红柿和鸡蛋很嫩有酸味 然后上面的豆腐和肉馍的酱很香 西红柿就再也不用炒鸡蛋了 上边就要一些葱汤 很漂亮 吃的时候可以一碗吃完 很香 你什么时候吃完 看起来 你什么时候吃完 油